來看一下今天我們主要講的這個Focus Guide 那您可以看到這個Focus Guide呢 其實我相信各位 這個 簡報軟體實在用太多了 但是大部分大家所接受到的簡報 只有一個 只有一家 別無分店 就叫做微軟對不對 請問 你有沒有用過除了微軟外其他的 其實還蠻多的 其實還蠻多的 只是大家很少去用 很少去用 Focus Guide呢 他算是其中 他不是最原始的這種方法 因為我們的Focus Guide比較早 早期他是學另外一個 服務叫做Prez 或有叫Prez P-R-E-D-I 那 只是呢 用Prez其實我也有講過這個主題 但是 大部分大家如果在使用這個 Prez的服務的時候通常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網路速度太慢 這是他一個很大的致命傷害 因為從 學校 就是我們教育部的網路出去 因為他在國外 那你要看這樣的 就是 簡報內容 事實上是有點困難 好那第二個就是中文的部分 其實 對 這樣的服務來講 大部分你就只有唯一的選擇 就是什麼 黑體 哈哈 不然就新細民體 其實我有寫一篇部落格 Prez中文字形解決 終極方法 哈哈 是這樣你可以改 好你可以改有不同的選擇 好還有不同的選擇 那不管怎麼樣 Focus Guide比較類似像那樣子 但是他們兩個都跟一個東西很像 叫做新制度 新制度 其實如果可能是 設計學院也好啦 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大部分像設計學院我們會請同學去做所謂的發想 我有一個idea 然後去思考說要怎麼怎麼樣 去做規劃的時候 很多我們都會 讓同學用新制度的方式去做 那 您先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做的 我把它用全幕 好 那你現在看到了 有沒有 這樣進來 是不是一樣可以做動畫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其實我不會做太多動畫 就跟你用PowerPoint一樣 我們用做太多動畫 事實上就 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內容 才做一些動畫 騙騙人家嘛 有內容我們就給人家看就好 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可以放 可不可以放動畫進來 可以 對不對 也是可以放進來 再來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裡呢 Focus I 它有兩個版本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國際版 另外一個是簡體版 兩個基本上軟體是一樣的 那目前來講是 簡體版會 3.7 好像3.71 還是73 但是國際版比較慢一點點 3.61 的樣子 我們現在用的 好現在用的 那 兩個功能是一樣 差別在哪 授權方案不一樣 好授權方案不一樣 也就是國際版 按月收 哈哈哈哈 簡體版 用一輩子 就只有差在這裡 買一次用一輩子 好就是他有付費的方案 也有免費方案 也有免費方案 所以這個主要是在 就是方案上的不同 但是軟體的使用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 目前 其實在台灣用的不太多 我所知道的 好像 我 推廣的比較多一點 那目前我知道 在中科 我有聽一個 不知道是老師來的同學講 中科有國中生 國中老師在教這個 呵呵 在教這個 但是我大部分 比較少看到 比較少看到 所以 你會發現 當你用這樣方式 去做簡報的時候 可以讓人家比較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有時候簡報也是出奇自勝 對不對 你老是用 微軟的那些範本 你用爛了沒有 你不能要求 2017 有沒有 2010 2013 2017 他每次都會有多幾個版本 幾個那個範本嘛 但是你要等多久才有多幾個範本 很麻煩對不對 而且要錢 微軟的是要錢 只是 大家大部分平常覺得好像不用 花錢 事實上是有花錢 那 第一個 FocusEye 如果你用的是國際版 他有個好處就是註冊還蠻簡單的 Email打進去就好 打進去就可以了 他也不會要求你就是要 收那個認證信 直接就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簡體版的 他會要求你去 收認證信 好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再來 安裝的時候很簡單 當然也有什麼 我們的正體中文 我們正體中文 不管是國際版或簡體版都有正體中文 好都有正體中文 只是 像我剛剛提到的 軟體安裝完 預設 他是英文版 英文的介面 所以你只要切換一下就可以了 好 切換一下就可以 那再來呢 他有很豐富的範本 而且各位會發現 這些範本 你好像都是第一次看過 因為 微覽的簡報 你從小看到大 只要有人一頭影 第一章出來 你就可以很認真地告訴他 這個範本我看過 不是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換換口味 讓人家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好 那再來他有很多的 這些所謂的圖布 微軟當然也有 好微軟 尤其是2007之後 比較重大的改版之後 其實 他的有比較多 所以這些東西 基本上他比較沒有類似像這一種 好比較沒有 那右手邊這個應該各位就蠻熟悉的吧 有沒有 這個office裡面有的 我就不用講太多 再來我們看看 你如果有一些數據的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在簡報裡面呈現一些數據 他也有這樣的工具 有一些圖表 甚至有一點點的動畫 有一點點動畫 也是可以使用 也是可以使用 那麼再來這是最重要的 微軟的也好 或是其他的 大部分大家會遇到尤其你就是自行 今天如果你在 泡泡裡面 你自己電腦裡面有一些特殊自行 別人電腦裡面沒有 請問怎麼辦 就讓他去吧 你也只能這樣啊 除非你是用隨身簡報 也沒用過office那個隨身簡報的功能 這不是新功能 這個是 好像2003以前 以前就有的 就是萬一如果你的 比如說你有插入 影片檔案啊 還是 像這樣有自行的檔案 別人電腦怕沒有的話 你可以打包帶走 打包帶走真的可以 我如果沒有記錯他的那個功能叫隨身簡報CD 還是要隨身簡報 你可以勾一勾他就幫你把相關檔案帶走 那你就等於有一個播放器 有一個播放器 那你就可以在別台電腦上播 可以正常的播放 我們講的叫正常播放 那在focus蓋裡面 他跟Praying一個很大不同 Praying我剛講過中文的部分 字型 大概就是唯一選擇 就是黑體啦 或者是細明體 但是在這邊 你喜歡用哪一個 都可以 只要是你電腦有的 電腦有都可以 當然一般我們不鼓勵 用太多啦 用太多 一個簡報裡面適不適合用很多字型 不太適合 大部分這兩到三個就很多了 就標題啦 副標跟我們的 那個 文本的部分 切換一下 那 另外一個 它的輸出類型 也還算蠻豐富的 您可以直接變成一個 所謂的執行檔 也可以發布到網站上 所以像我這個檔案就放在網站上 那這樣別人要看的時候 你就給他網址就好了 當然在這網站上面 您可以自行決定 您要屬於是公開的 還是不公開的 也就跟我們收信員一樣 可不可以被找到 OK 當然還有其他的 還可以變成視訊 也可以 不過呢 我們 國際版的部分主要是前面這兩個 前面這兩個 那後面的這邊 就是在 剪梯板 才可以 好剪梯板才可以 這個是有一點差別 好 那最後 還有幾個是 第一個 它有跨平台 它基本上屬於單機軟體 可是 因為有些人我相信有些東西可能是用Mac的 對不對 吃蘋果的 他也OK 也有 PC上也有 好那你雲端上也可以看 這樣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好 PowPow在簡報的時候有沒有那一支筆 啊 PowPow的時候簡報不是有筆 可以用 他們家也有 好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其實也可以把它打開拿來用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好那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看到我們在 這裡面的 另外它還有像錄影那些我想 這個 我們 用到機會比較少 但是它也有這樣的功能 好 那麼 看到這樣子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 回過頭來 有沒有發現你可以隨時跳到 看哪一個頁面 你都可以自由進去 對不對 這個大概是 我們 在使用FocusSky的一個情形 所以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對不對 真的真的 那 待會呢 您除了看到這個以外呢 在這邊 其實還有準備幾個範例 您剛進到我們 這個 裡面之後 真正的內容在哪 在任務裡面 也就是說前面是 好像我們公告一樣 那真正內容是放任務這邊 您從這邊打開就可以看到 我還有放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個點進去 那FocusSky呢 它雖然 網站也是在國外 也在國外 但是在我們台灣看 速度不會太慢 你看像我們 我現在 單獨打開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很慢 還在可接受吧 還不算會太久 Prazi就完全不一樣 哈哈哈哈 登登登登登 哇 所以這個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好 有沒有發現 這樣感覺比較不同 因為 像這種 它最大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一個整體的設計 我們在PowerPo裡面 最難的就是 每一頁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要做整體設計 大部分大家 我也選擇 就是做什麼 簡報範本 雖然你也可以有 比如說母片嘛 就是母片的概念 對不對 我也可以好幾個 可是 做起來 還是 你有時候還是會 比較就是 每一頁都分開 稍微不大一樣 當然我們用FocusSky不代表說 你要把 微欄 丟在後面 但是 你有更多選擇 也就是說你有更多武器可以使用嘛 我今天要來上課 我除了用PowerPo 我也可以給同學看看這一種 那大家就會有不同的新鮮感 好不同的新鮮感 那這樣的話其實 專注力也比較容易 產生的 喔原來老師有認真喔 你看這次老師換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好當然 最重要是內容的 這些花 比較花俏的東西 事實上 你還是可以 參考看看